那現在台北市疫情的狀況 可能單方面的 升2.5級 那麼現在台北的狀況是真的有 比較危急嗎 就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嗎 那還是說有沒有針對哪一些的縣市有相關的 風險評估呢 謝謝 有相對來講就是大概有沒有看到就幾個 疫情來講 就是兩大 兩小加上一些零星的 個案 兩大一個是在桃園 一個在高雄 那兩小一個在 在這個新北 就是在 對 等於在雙北 那跟這個宜蘭 那相對大家都很積極的在做了 就說是要把這疫情控制住 台北要做2.5或怎樣 它是一個 我想這是一個形容 它介於在二級 三級之間 的一個管制 那基本上大概中央來講 我們就是做二級 那當然要強一點或什麼 那就 地方覺得有必要的地方 除非跟我們這個 我們的一些相關的有 漢格之處 那否則這個授權地方去辦理